好,那么现在我们把前面两个 比如说这边跟这边 一N一个朝这边,一个朝这边 这是边边 这个呢,是上面跟下面 这里朝一N朝这里 这个一N跟它一样我没有画出 画出来就太多了 眼花缭乱 所以一N也是这个方向 不过它是怎么样 从这里最大慢慢变小 到这里变成零 这边的话呢,电动式就反过来了 电厂就反过来了 朝这个方向 这个最大慢慢慢慢变成零 这个跟这个一样 然后我们把它合并以后就是这样子 一N 两边一N 这个地方一N呢 慢慢慢慢变小 这个一N跟这个方向相反 是这样子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在这个 线圈 我们利用在这个直流发电机 因为它会产生EMF嘛 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 它这两条线呢 我们都把它连在一个半个圆环 导体片 是环状的导体片上面 然后这个 这个电阻的电流呢 这里导线刷子 这边有个刷子 刷这一边 这个刷子刷这一边 因为刷子是固定的 所以啊 这个导体片在这里的时候 它电厂不是朝上吗 导体片在这里的时候 电厂朝下 对不对 所以它的EMF就是这样子 从这边过来 过去 它等等这个转了180度 这个跑到这里来 这个跑到这里来呢 没有关系 它这个刷子始终是刷这一边的 就对了 你跑到这边来 它刷这边 你跑到这边来 它的电厂就变这样子 这个跑到这边来 电厂就变下面 所以电动室始终是同一个方向 那么它的EMF跟时间的关系呢 就是这样子 EMF始终是同一个方向 但是它大小啊 所以时间改变 因为这个磁场 磁通 磁通 如果跟这个面 锤子就是跟面积相同的时候 这磁通最大 如果B跟A成垂直的时候 这磁通变成零 所以它这个电动室 从零到最大 就是赛欧密克力从零到最大 再到零 这样子的 那这个是交流发电机 它的这个本身有一个圆环 这个本身有一个完整的圆环 所以这个刷子始终刷的是 是这边 不过这边呢 随着它的改变 它跑到这里来的时候 电厂朝这里 它到这里来的时候 电厂朝这里 所以这个电厂一下朝这边 一下朝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 因此它就是一个交流的 有时候是正 有时候是负 OK 那么这个是 我们的应用 现在我们看一个题目 如果一个发电机的线圈 是长方形 边长分别是8.4cm 跟15.4cm 磁场是0.126个Tesla 均匀的磁场 它转 这个线圈在转动 在这个磁场里面转动 转动的频率是60个Hz 就是一秒钟 转动60次 转轴与磁场垂直 问这个发电机的最大电动是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那个线圈 B场是跟这个转轴垂直的 好 这个我们要怎么算呢 首先我们就是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我们要用这个来算 就是线圈 有面积 有扎速 然后 这个在磁场 定质的磁场里面 以Omega的角速度在旋转 它是这个 那么 它可以写成 YM3Omega YM 就是最大的电动式 所以最大电动式是什么呢 就是NABOmega NABOmega 这里我们写出来 N等于一圈 A呢 0.084 因为它告诉我们的是cm 但是我们用的量都是用m 所以是等于这么多个 m2 F是60个Hert 但是我们用的是Omega Omega是2πF等于这个 B场是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子带到这里来 OK 这是立题这么写 但是我们真正做题目的时候 你要从这里先写 因为我们先考虑 这题要做什么 感应电动式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EM等于这个 然后你才把NABOmega 是什么字都写出来 然后再带进去 OK 冷次定律 我介绍过了 就是说它 我们一个环境 有因素改变的话呢 那么线圈上面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式 会有电流了 电流方向就是感应电动式的方向 那么这个 它为什么要产生感应电流呢 就是要反对 这个改变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六个 XX就是代表 我们代表 磁通 是六个单位 OK 六个单位 如果磁通增加了 如果磁通增加了 磁通是增加 它现在反对你增加 反对你增加 它就是跟这个方向 相反的方向产生磁通 来跟你对冲 然后在这个相反的方向产生磁通的话呢 它就要这种电流啊 这样的电流啊 对不对 你用右手定折 所以电流是这个方向 OK 那么如果这个是减少的话呢 减少它也不高兴 它要 它说你减少 那我反对你减少 怎么办呢 我就在你减少的方向增加磁通 所以这个磁通增加了 电流就是这个方向 然后这个是导体 导体本来不动的 你往这个方向拉它 有个力量拉它 以V 它就产生一个速度 它不让你拉过去 怎么办呢 它就在这个方向 用一个力量来拉你 来反抗你 这个力量它用什么办法呢 它说我在这里产生一个电流I 那么 电流I在磁场里面 就是IL cross B 这个是Length Law 好 那么感应电场 注意 这是法拉第定律 这个N 我们姑且先把它当作一扎好了 一扎 那么 EMF 按照这个定义 一个线圈上的EMF 它就是EN 做一圈的 对一个 库轮的正点上 做推一圈 所做的力 OK 他所做的功 就是 就是这个 然后 磁通呢 是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就把 Y等于这个 带到这边来 FiB等于这个 带到这个地方来 于是这个式子 于是这个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法拉第定律的微分式 这个是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积分式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看 因为B场 同时是位置的函数 同时也是时间的函数 是空间跟空间 空间跟时间的函数 如果你对时间微分呢 我们应该是写成偏微分才对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习惯用的 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这个是 C式代表 closed path 就是封闭路径 S呢 就是这个封闭路径 所围成的面积 OK 好 这个式子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空间的磁场 会随着时间改变的话 改变的话 就是这个 不等于零的话 那么会产生 在空间呢 会产生 飞进电场 飞进电场 你一定要把这个物理意义记住 你才记得住这个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看一个这个状况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区域 现在是用什么呢 虚线所围成的一个面积 它的半径是R 有这个磁场 均匀的 分布 但是这个磁场啊 虽然是均匀分布 可是它会随着时间变化 可能变大 可能变小 这个时候它 因为磁场随时间变化 所以啊 你如果这里有一个线圈的话 就你这里画一个路径 这个里头的磁场 随时间改变 就磁通在变化了 所以这个路径上面 就会产生 非进电场 那么这个非进电场 等于什么呢 我们现在 用法拉第地率来算算看 好 我们现在先看 当我们这个 所要看的这个位置 是距离 这个中心 是距离R 小于大R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这边要有一个 封闭路径 画一个封闭路径 按照它这个式子 你怎么画都可以 都等于这个 但是你怎么画 你随便乱画 一恩求不出来 一恩求不出来 你随便你怎么画 反正这是横等 这个值一定等于这个值 可是你啊 如果要算一恩的话 你就算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求一恩的话呢 这个路径一定要 谨慎着旋取 让它很容易积分 所以我们就选一个 半径为小R的圆圈 它比大R要小 同心圆 为什么画这个呢 因为你画这么一个圆圈 这个圈上面所面对的磁场分布 通通一模一样 大家都一模一样 因此由磁场变化而产生的电场 一定是处处都一样 没有理由说 哪一点比较大 哪一点比较小 所以一恩是个常数 这个常数呢 这个值我们知道 有前面 有这个变化 就是说你一恩在这里 它如果是导定 它会产生电流 对不对 产生电流 那么 这个 一恩 一恩 这边的一恩呢 因为它 都是DS 那我们说 一恩朝这边 我们就选这个 DS朝这边 DS是朝这边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的 这个一恩呢 也朝 朝这边 朝这边 好 那么左边这边 因为这两个同方向 所以可以把一恩提出来 就是二排二 好 右边呢 我们把DA 取得跟B场同方向 于是 这个值就可以写成纯量值 于是 这边的积分 这个写成纯量 因为同方向 所以就是 DA就是二排R 乘DR 二排R 二排R DA 二排R 这是 这是个面积 DA 这是个面 面的话 就是说 我先取个二排R 再取一个二排R 加DR的大小 这个 所以 这两圈之间的面积 距离就是DR 这就是DA 好 我说过 怎么取面积激素 怎么取体积激素 怎么取长度激素 这个是你们一定要去 把它悟出来 OK 你自己要 要把它想 去 看立体怎么 怎么是那个值 你把它想通 要不然你以后 题目没办法做下去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提出来 二排也提出来 然后DR R 就在 等于这个 二分之一R平方 所以这个 七分就变成这个值 然后 这个跟这个相等 这个相等 这个要记起来 免得以后 重新要计算 因为 你算这个 一定用这个式子 用这个式子 绝对会经过这个过程 才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个记起来 小于大二的时候 负二分之小二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如果大于大二的话 那你这个 封闭路径就画在这里 封闭路径画在这里 OK 好 同理 因为你画在这里 它所面对的磁场都一样 磁通的变化率也一样 所以呢 这个是常数 那我们取en跟ds 同方向 同方向 那么 就等于这个字 好 那么 这边要注意 这边跟刚刚不太一样 它积分是从零到大二 刚刚是从零到小二 零到大二 所以它是等于 这个字 右边等于这个 然后这两边相等的 一恩 当小二大于大二的时候 是这个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这个磁一恩 始终是跟这个半径要 垂直 跟半径要垂直 OK 所以它这个磁力 我写错 这是写错 这是电力线没错 这是电厂 所以它这个电力线 因为有电厂 这是非进电厂 所以非进电厂产生的电力线 都是一个头尾相接的 头尾相接的 所以以后你们要记住 电力线有两种 一个是进电厂的电力线 它是有开始 有末了的一点 它不是连续的 它不是这个封闭的 它有开始的一点 又终结的一点 但是非进电厂的这个电力线 它是头尾相接的 跟磁场的电力线 一样头尾相接的 那么在里头你看 我们刚刚看那个 是二分之二 跟二分之二有关 就是跟二层正比 所以这个距离这个R 中心越远的地方 磁场越大 它一旦大于这个大R以后 那么它就是随着R 变小 所以R 你这里的值越大 那么电力 电厂就越小 因此它电力线越来越稀疏 你一定要记住 非进电厂的电力线 它是封闭的 那么 我们可以看 这两种状况都是负的 一个值称上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如果 如果 磁通 变化 就磁场的变化 是大于零的话 那这个是正 正乘负 那就是负的 那么因此这个EN呢 是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 负值 负值的话 你就看 这个 磁场这个方向 这个是正的 对不对 负值就是朝这一边 所以它是逆是正方向 如果这个是 一恩 一恩是正的话 它就是负的 一恩是小于零的话 负负的正 正 那么它positive sense positive sense 那它的这个 一恩呢 立线呢 像我这个 磁场这样子 这个是positive sense 那就是顺时针方向 OK 所以一恩的大小 仅与R有关 所以一恩的立线 是封闭者 这一定要记住 这是一个物理现象 记住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例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区域啊 这种虚线所画的区域里头有磁场 打叉叉的都是磁场 均匀的 但是它的大小呢 在变化 负0.1 db over dt 是负0.1个tesla per second 就是说 这个磁场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OK 每秒钟 减少0.1个tesla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这里放一个10公分的线 半径为10公分的线圈 导体线圈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导体线圈上的电动式是什么 电动式是什么 那我们看这个电动式 那我们看这个电动式是什么电动式啊 感应电动式啊 感应电动 感应电动式呢 我们现在因为你这是一个圈圈啊 我们现在用这个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来看 因为它有磁通在改变 又有电动式 它就是en倒的ds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刚刚已经前面证明过了 这要记住啊 我说这要记住啊 r小于大r的时候 en是等于这个 它是跟r小r成正比 小r大于大r的时候 它是跟小r成反比 记住这个 好 现在我们这里再来做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半径 比大r小 对不对 所以它的en是这个 取这个 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式子 不要再做一次了 直接用它 那么它的电动式呢 就是en做一个环场计 做一个closed path integral 那我们现在取 我们看这个方向是朝哪里嘛 方向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是负的 对不对 负负得正 所以en就是positive的方向 positive sense positive sense是这个方向 positive sense顺时针方向 那我们就把这个en 这个带到这里去 取en跟它平行 OK 那这个可以提出来 二分之一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提出来 rds积分 这r也是固定的 因为这个r这是固定的 所以固定拿出来 2r负2分之r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可以拿出来 这个 ds就是这个路径 路径就是2πr 2πr 2πr跟二分之一约到πr πr乘r的r平方 然后我们把值带进来 0.1平方 这是负的 这个是顺时针方向 emf是等于这个 然后由这个 这个是从 左边算 从法拉第定律积分式的左边算 或者我们可以由 法拉第定律的右边来算 因为这两边是横等嘛 对不对 如果用这边算的话呢 那我们就取da 面积跟 面积基数跟b场平行 那么平行就变成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乘da 因为这是一个常数 提出来 这个积分就是πr平方 最后呢 把这个字带进去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两个字是一样的 它都是positive sense 都是顺时针方向 好 现在看电流 线圈的电流 刚刚是电动式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电流 你或者想说 我都知道电动式了 那我现在要求电流 就是电动式被电阻来除 这个是什么欧姆定律 对啊 如果用这个算的话 刚刚算的是这个 我那个讲义上写错了 这写上负号 这是正的 刚刚求出来是positive sense 二欧姆 整个线圈的 整电阻是两欧姆 一除等于这个 这个是正的 正的不是负的 电流 跟EMF的方向是相同的 它是positive sense 这个也是positive sense 所以是顺时针方向流动的 欧姆定律 我们现在要 电流是这个东西 电流是这么大 电流很好算 对不对 我们现在算这个 直径的方向 直径的两端 一端是A 一端是B 问A跟B之间的 电位差是多少 那你说这个电位差 我们这个是EMF跟电流的关系 这个是欧姆定律 我们如果用欧姆定律来算的话 好 我们一到顺时针方向 A 这样子到B A 它是等于I 电流就是I R R呢 就一半 RAB是等于二分之一R 然后把这个电流的值带进去 这个电阻带进去 等于这么多个辅特 那因为这是正的 所以表示 VA是大于VB 这个电位是比这个高 可是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半 从B到A 也是顺时针方向 B到A 来算 结果算出来是一样的 也是这个值 那因为这个是正的 那岂不是表示 VB又大于VA吗 你这样算的时候 VA大于VB 你这么算的时候 VB又大于VA 那就等于说 你这个楼梯 一路下去 一路下去 你转一圈 你看这里比较高 再比较低 再转到这边 这里又比较低 好像一个螺旋一路下去 但是它没有螺旋 它就是这么一个平面 所以这个一定有问题 怎么一下子 A点比较高 一下子 B点比较高 一定有问题 这问题出在哪里 就说这个结果 显然不合理 为什么 为什么不合理 原来 A比E两点的电位差 我们不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 这种情况不能用欧姆定律计算 欧姆定律只能用在什么呢 不含电动式的导体线段 就是一种叫做被动的导体 它本身没有电动式 一段导线才可以用 但是这个导线处处都有电动式 对不对 都有电动式 不能用 你从A到B它里头有 总共有二分之一 这么大的电动式 正确的方法 你就是要把这个 等效的图画出来 从BA往B的方向走 从这里走的时候 电动式是这个方向 它绕一圈电动式是ipsal 绕半圈就是ipsal ab就是二分之ipsal 越来越 它是从负到正 所以电动式这边是正这边是负 那电阻呢 因为电流跟电动式的方向一样 电流是这样流 所以电阻的方向是 这边比较大 这边比较小 不是电阻 电位 这个大比较小 但是它的全部的电阻是rab 是二分之二 然后 有电动式 又有电阻 然后就到了vb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 VA加电动式 减的I rab等于v 这是求电动式的 求电位差的一个方法 那么vab就是va减vb 把这个一项去变成这个 然后呢 因为这个是二分之二 这个是二分之ipsal 把二分之一提出来 那里的ir等于ipsal ir本来就等于ipsal 那就是零 那就表示 a到b没有电位差呀 ab两点的电位 没有说它的电位比较高 它的电位比较低 所以 所以你这么 转的时候 没有高低 这样转也没有高低 那就对了 但你说电位没有高低 怎么会有电流呢 怎么会有电流呢 比如说 我们一部汽车 如果停在一个斜坡上面 没有刹车 它自己会滑下去 会滚下去 对不对 它从高位能 跑到低位能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汽车 一定要把它推到山坡上 让它自己滑下来吗 平地能不能走啊 可以走啊 为什么能够走 因为它有引擎 它里头有这个引擎 在做工啊 所以说你这个电荷 如果有正电荷 你这边电位高 这边电位低 当然会从这边流过来 但是这边电位没有高低的话呢 但是它有电厂 它有EN 它有非电 非进电厂 所以非进电厂 会把正电荷这么推过来 它是靠这个 电动式把它推过来的 因此啊 它这两边啊 没有电位差 没有电位差就表示说 这两边 没有电荷的堆积 电荷不会堆积在这里 它是被推得团团转 这所以会为零 这个会为零 因为导体线圈中 没有静电厂 没有静电荷堆积的 A跟N跟B 没有静电荷堆积 而是由导线中的感应电厂 将电荷推动而产生 好 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部分 Part D 它说如果我把这个线圈啊 本来是一圈 我用刀子把它砍断 这个缺口很窄很窄 这里就变成一个缺口 变成一个段路了 这边是C 这边是D 现在要问你 CD的电位差是多少 CD的电位差 这是我们跟上面的做法一样 我们把 从VC开始做 VC开始找 因为它有电动式 所以电动式 总负得到正的 这里有电阻 但是这个电阻没有 Polarity 因为没有电流 电阻两端不会构成 电位差 因为它没有电流 没有电流 OK 那么就到了VD点 我们根据这个来算 VC加上这个 然后就等于VD VC-VD等于 VC-VD 是等于 等于等于 我这有没有写错 刚才这个OK VC-VD 这个拿过来 这个呢是负Ex 所以VC-D是负的 十分之三 PiV 负的话就表示 C点的电位 比D点要怎么样 还是低 所以你看有电动式 电动式是这个方向 那它现在就把正电荷 推到这里来 就不能再推了 堆积在这里 负电荷堆积在这里 所以这边是正 这边是负 这个时候它有电位差距 因为有电荷的堆积 这一题目 这个题目非常好 你要把它仔细地研究 把它弄通 OK 因为这两点 有电位差 所以会 这两点有电位的堆 有电荷堆积 所以有电位差